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4月21号星期六 最近中共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又有惊人之语 昨天他在他的微博上发表这样的一番言论 他说前段时间有些高调 他客观上强化了美国和西方对中国崛起的警觉 他做一些调整很有必要 然后他又说随着对岸摩擦的争夺 我们能赢则赢 有事赢不了也无需强求 说一定程度的妥协 做一些妥协公众可以理解 那么他说指的是中美贸易战 强调前段时间环球时发表了很多强硬的言论 那么现在他在放软化了 在举白起了 他的这番话当然引起网友的哗然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就直接对他呛声 孙立平教授是一位自由派学者 在他的微博上他就这么呛声 他说汉奸 认怂就是汉奸呢 说的是以战指战呢 说的是这个要抗免元朝的精神呢 说的是要奉陪到底啊 说是这个 说的是这个不惜就是说 停止贸易啊 意思就是说你这些精神到哪去了 被你忽悠起来的那些孩子怎么挑头 他这个意思是反腐 是说的就是胡锡进前段时间的言论 凡是这个不支持中国对这个美国贸易战迎头痛击的那就是汉奸 认怂就是汉奸 说是要发扬抗免元朝的精神 要以战指战啊等等 那么这个孙立平说你把很多人 孩子就是年轻人吧 你把很多年轻人忽悠起来了 你现在挑头了 你让别人怎么挑头 就你的责任在哪 说就用这个胡锡进的一连串的这个命题啊 去反讽胡锡进 说这个孙立平跟胡锡进的这个网上的这个舆论大战 引起了网友的围观 从这个更帖来看 多数网友几乎是可以说是一边倒的支持孙立平 一边倒的讽刺挖苦这个胡锡进 说这两个人都有很多故事 孙立平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的这个教授 博士生导师 那么他呢这个是以自由派感言著称 他曾经有这个著名的言论就是 说阻碍中国的是横在前面的那堵墙 那么这堵墙的含义那就是讲了 我们昨天讲到的墙果这些概念 互联网上的封锁墙或者说是红墙等等这些概念 而且他呢这个是大胆提出阳光法案 这个所谓阳光法案就是要求中共官员公布财产 财产公司于天下 但中共是不会听他的 那么另外呢他这个还这个曾经呢就是关于贸易战 他写了很多文章 有些文章呢刚写出来在他的微博上或论坛上发表 就被中共当局紧急删除了 比如他写文章说这贸易战打不了没法打 说中国方面 而说如果中方大让步会换来中国企业的机会 还说如果这个切割这个历史性的机会 少则五年多则十年 中国肯定出大事 这一类的话 今世这个名言吧 今世横言 那么这个孙立平呢 这个还有一个重要的传说 说这个盛传呢 他是当年习近平的论文指导教师 说习近平在福建的时候 福建当官的时候 那么在清华大学读这个在职研究生 后来得了一个博士学位 那么这个就说孙立平啊 盛传孙立平是习近平的指导教师 特别是论文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 孙立平对此呢 是再三否认 那么他一方面说 就没有论文指导教师这个说法 另外又说呢 他是这个学位 这个清华学位委员会的一个成员 从这个客观上来说 所有的硕士博士的这个论文 都要通过这个委员会的同意 就通过 就宏观上来讲 那么这好像是习近平的论文 或者是学位跟他有关系 但具体来讲没有关系 这是他的解释 但是不管他怎么解释 习近平一方是沉默的 所以呢 这个就在网上的构成了一个说法 就始终不管孙立平怎么解释 但是人们还是把他叫 动不动叫习近平导师 习近平的导师 也许有这么一个称谓吧 反而给他带来了一些人身安全 尽管他有很多大胆的言论 倒还没有这个 对他因言治罪 那么其他一些知识分子因言或罪的 大有人在 包括知识分子像刘晓波 他们 包括这个维权律师 等等 这个大批入狱 几百人都被逮 那么这个孙立平 虽然有很多大胆的言论 平平当局的言论 但是还是相对的 处于比较安全的地带 也许跟这个习近平的导师 这么一个一直没有得到验证的 若有事无的这么一个头衔有关吧 这是孙立平 这个那么关于这个胡锡进呢 那故事就更多了 胡锡进的故事都知道是环球时报的总编 那么有人说他是这个 网上有很多种说法 说他又是这个 最早的时候 他本身有些传说 有些游戏段子 除了他写了一些文章 很尖锐 很刻薄 很这个毛左 很极左 很这个反西方 反美 这么急先锋 强硬派 还假装用一些网络语言 给他这个冲文风 显得好像这个通俗易懂的样子 所以因此呢 这个在中共的这个舆论阵地 可以说独树一指 而环球时报成了一个 就是中共的这个重要的舆论阵地 舆论喉舌 那胡锡进的这个故事很多 一下子要清理简单的举习例子 在2013年的时候 当时那个习近平刚上台不久 那么有一次呢 就是一个老干部叫杨白斌去世了 这个智商名单呢 江泽民放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最后 然后他就写了一篇文章 大发感慨 他就说这个象征着重大的政治改革 比较小看这个细节 说是中国绝不能像美国那样全民普选 那是一条死路 说中国只能走中国的路 至于是不是死路他自己定义的 他给中国定义的一条死路 然后呢这个网友就由于他写了这么一段 网友就群起了这个讽刺 就编了很多的段子 一个段子就说 说克林顿 克林顿美国这个卸任的前总统克林顿 向奥巴马政府提出要求 请求 说是以后呢排列这个这个政府要远 请把我的名字放到最后 以体现一个民主党人的高风靓解和博大胸怀 说是被奥巴马听到之后这个路次 说是这个这个说了一句这个F带头的这个话吧 说是想来捣乱还想来捣乱 那么还有一个回应啊段子编的是说 说这个这个歌唱演员宋竹英同志 专门写信给春晚的这个这个这个领导中心吧 每年一个春晚春晚领导中心 所以现在从现在开始 我要求把我的名字 每年春晚把我的名字排在彭丽媛同志之后 以显示一个著名歌手高风靓解 博大胸怀情怀等等 那么这些段子呢寓意就很清楚了 就是胡锡进把一个小事当成一个大事 还是重大的政治改革 这个是多么不得了的一个事情 好像是个历史性的事情 而再如果是放到别的国家 那就是芝麻那么大小 反而显示到中国政治的这种荒诞 那么另外这个胡锡进呢 人们呢就还给他说了这些 一系列的一些比喻 说他是这个什么 雕飞盘的 那雕飞盘的好听的叫飞盘响 说的不好听的呢 就是雕飞田的某种小动物 另外呢这个胡锡进呢 网友还给他总结呢 说他有三种状态 说胡种呢有三种状态 一种状态叫做忘吃药了 第二种状态叫做吃药了 第三种状态叫要吃多了 比如说他在环球时报 发表的这次关于那个贸易战的文章 可以看出来 比如他写的就到他昨天在讲这些软化的时候 都还有一个一篇文章 挂一篇文章在这个环球时报 一个社评叫中美贸易战 中国为什么绝不能后退 那这篇文章就属于忘吃药了 那么第二种状态呢 他呢又写了一些文章 比如说叫做什么呢 这个中国阿口精神的文章 比如说这文章的结尾吧 刚才的文章的结尾 经常用一些阿口精神的一些 一些语句 他说中国的承受力 必将战胜华盛顿打贸易战的意志 承受力 战胜华盛顿的意志 这种叫做阿Q精神 那这种状态叫做吃药了 还有一种状态 他写的文章叫什么呢 说中国必须间接回击 把特朗普打痛 还说即使中美贸易归零 中国也绝不能后退 那这就是第三种状态 药吃多了 无外乎就这三种状态 亢奋或不亢奋 或者一定程度的亢奋 三种状态 没有别的状态 总之离不开药这个人 说这个胡锡进呢 由于这个经常发表这些高论呢 仿佛他是这个国家大事通 内政 外交 非常通 结果有一个传说呢 说这个习近平刚上任的时候 有一点惊慌 即将上任了 有一点惊慌 有点凿慌 这个交权给他的这个胡锡涛啊 也是也算是个胡种吧 也算是个老胡 这个胡锡涛就跟他说啊 说小心你别慌 我们中国有三大武器 真是这个 冰来降荡 水来吐盐 你不要着慌 习近平说哪三大武器啊 他说 打仗 张绍忠 内政 胡锡进 致病 板南根 所以张绍忠啊 就是那个乌鸦嘴的 所谓中共的一个 少将什么大校这一类的 近日军事评论员号称 说谁赢 说谁谁就输 说谁谁就死 他一会儿说这个美军 打阿富汗 打不下来 塔利班激励组织 是消灭不了 结果两龟内 就把这个阿富汗打下来了 然后又说本拉登不会死 美国找不到他 结果美军不仅把他找到了 还有这个当场射杀了 然后又说这个伊拉克 伊拉克战争的时候 所以美军打不进巴格达 美军打进去了 又说这个沙达姆 藏起来了 肯定要展开游击战 结果沙达姆被美军申请活捉了 然后后来这个茉莉花革命 到了利比亚 他就说这个卡扎菲不好对付 卡扎菲美军对付不了 美国对付不了 当然当时不是美国对付 是利比亚人民的对付 说这个利比亚会内乱 卡扎菲会怎么这个东山再起 然后成为游击军的总司令如何如何 结果卡扎菲被起疑的民众 附和从一个水管里脱了出来 而且当场给打死了 所以人家就落了个 张绍中落了个乌鸦嘴的这个光终称号 说谁谁死 说谁谁伤 战谁谁死 他称战都输都死 非死即伤 说这个说胡锦涛赠给习近平的话 打仗张绍中 那内政胡锡进 因为胡锡进的好像给人的感觉 这个治国理政的总设计师 对国家大事一天到晚发表社论 滔滔不绝 这样的贸易战也有他 经济 经济问题也有他 这个习近平的光辉思想重要著作有他 都得出来指点一番 说到底 说内政胡锡进能治国 那个制药呢 就板楞根 板楞根是这个 反正没有副作用 大家知道 这个有什么一点发烧咳嗽 伤风不舒服 用点板楞根总能起来作用 说中国的三大武器 这个老胡胡锦涛赠给小夕习近平的 打仗张绍中 内政胡锡进 治病赶楞根 三大宝三剑克 说这胡锡进呢 所以这故事不少一路下来 前段时间前几天还有一个故事 他这个 中兴 美国给这个 因为中兴公司违背禁令了 中国的第二大通讯公司 违背禁令了 这个美国给他一个 违背协议 美国给他一个禁令 就是叫下令美国公司 停止给他供领不见 中兴傻了 要瘫痪了 这个胡锡进又无限感慨了 发表这个言论 说是这个中兴有错 但是如何如何 说他要这个要号召 支持中兴 力挺华为 结果人们发现 头上拿的是 苹果电脑 美国的苹果电脑 而且是 iPhone7 加 iPhone7 Plus 结果他还说 今夜我们环球时报的 全体员工都是中兴人 结果呢 事实上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号召国人 都力挺中兴 力挺华为 结果自己呢 力挺美国 力挺苹果 结果他号 他说呢 这个全体环球时报的同仁 都是中兴人 只有他自己是美国人 这个为美国称 所以这个 这个笑话可以层出不穷 这个 举着 喊着挺中兴呢 是举着这个苹果 举着竞争对手 好像是右手举苹果 左手喊挺中兴 就这么一个道理 左右搏击 左用户击 这个 这个胡锡进呢 发表了这番言论 遭到孙立平的这一番讥讽之后 他还有一个 还有又发表一些 还有一个 像 还有一番 另一番言论 他说他将来 退下来之后 想做公知 就是公共知识分子 就跟这个 跟他们这种强硬派 保守派 这个左派对立的 自由派 知识分子 像孙立平这种叫做 在国内被执行公知 叫公共知识分子 胡锡进说 他也是讽刺了口气 他说我退下来之后 我以后想做公知 他遇到这个对外的事情 不要当极先锋 不要这个出头 对美国和西风 多一点这个理解和称赞 那么 国家顺利的时候 自己有功 这个不顺利的时候 也显示自己 这个有一定的情怀 然后这个 就暗暗的讽刺公知 但是孙立平又给他呛声了 孙立平说 你还不配做公知 做公知 你还有的独立的人格 有这个尊严 个人尊严 有道德的底线 说你有吗 你没有 不配 所以胡锡进不配做公知 就胡锡进 几把腿退下来 也做不了公知 其实胡锡进 给那个什么感觉呢 给人感觉 真像我们再三提到的这个太监 就皇帝不及太监及 那个那个情况 他写的一些社评 写的一些文章 那简直是 比这个 比中共的这些 领导人还要强硬 还要左 还要来得快 但他也是寿命而为 经常说是 凌晨就被叫起来写社论 他自己说的写社评 一会是好消息 一会是坏消息 赶紧来写 所以这个人就 往上大盛传 一直盛传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当然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这个考证 所以清朝末年 法国公司 这个时候法公司叫罗杰斯 会见这个满清皇帝 就对满清皇帝说 说你们把健康人变 就是说你们的太监制度 把健康人变成残疾人 很不人道 说这个满清皇帝还没有开口 站在一旁的有个太监 叫 姚云 就抢个话头说 说我们做太监 都是皇帝的 都是圣上的恩典 陛下的那个隆恩 我心甘情愿 说你一个外邦人 一个西洋人 怎么能妄议我大清国律 这个 干涉我大清国政 干涉我大清内政 说是典型的皇帝不及太监及 这个心甘情愿当太监被阉割 所以今天的这个这些太监 胡锡进等人 是精神上被阉割 被阉割 精神上被阉割 所以刚才我说的这个这个 历史的传闻 有众说纷纭 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这个落实 但是 可以说是相当的有象征的 有寓意 这个盛传 在网上盛传 这胡锡进其实就是这一类的人 那么他这一回 他这一回这个表现 突然这个下软弹了 这个 服软了 竖白旗了 这个有点不同寻常 他可是环球时报的总编 是中共 极左派 强硬派 鹰派的喉舌 而且是人民日报里面的这个 最强的 这个暴戏 人民日报是中共的这个 第一喉舌 党媒 真正的党媒 党的喉舌 那么环球时报就是极先锋 环球时报的总编 也是相当级别的中共官员的党员了 那么他居然这个 在数百起了 在复软了 在说什么前段时间高调了 引起了美国和西方的警觉了 做一些实当的调整很有必要 就是说对外这个冲突的时候 能赢则赢 赢不了 不必强求 什么 实当的妥协 公众会理解 什么什么 这个放了一股风 这个可以 那么习近 胡锡进这番话可是一个信号 不简单 不见得是空虚来风 不见得这个他背后没有背景 就跟刚才我们讲的孙立平先生 孙立平也不见得没有背景 哪怕就是一个 似有若无的 习近平倒是个头衔 也成了他的这个护身符 这个胡锡进不见得就 背后没人 那么他有几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 他可能这个 秀脚很灵敏 他秀到了这个中共高层的某种变化 某种风声 说个中共高层 对准备对美国服软了 准备妥协了 准备数百起了 准备 这个这个这个 软化了 那么他呢 这个人家说春江水暖 牙先知 这个胡锡进好歹也是个秀脚 秀脚很灵敏的鸭子 所以说他是秀到了 这个这个春江水暖 秀到了这么一点气息 所以第一个可能就是 他一旦秀脚淋漓 秀到了气 他就赶紧做一个表态 先在微博上做表态 然后再正式上环球时报去 写社评 这第一种可能 第二种可能呢 就是干脆就是 中共高层的这个指令 比如说主管宣传的 这个主管中宣部的 主管这个 媒体喉舌的政治局常委 王沪宁直接给他下指令了 就是要叫他开始现在 降调了 这个连这个王沪宁亲自 主办的一个大型纪录片 厉害了我的国 都全线下架了 就紧急下架了 那么可能预示风向变了 干脆就直接 他直接接到了指令 也不好说 假装装的是自己 要开始妥协了 开始降调了 开始降温了 开始这个要 这个所谓的 调整一下很有必要了 等等 那么第二种情况 是接到指令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他可能在看风向 然后在选边站 就是党内在斗 高层在斗 那么究竟是这个 这个 强硬派和温和派在斗 这个 保守派跟开明派在斗 或者说是这个 保守派在跟一定的改革派在斗 或者说 我前几天所说的 王沪宁在王岐山在斗 那么这个斗呢 这个在对美 对中美关系的态度上 对中美贸易战的态度上 互相尖锐对立 那么极可能斗争到一定时候 这个习近平有所表态 或者说习近平准备选边站 结果这个秀教灵敏的 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 感觉出来了 他也得选边站 他每天把这个 习近平的语录活动指示 放在这个环球时报的右上角 俨然文化大革命中 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的红宝书等等 那么他现在 感觉到习近平在选边站了 干脆他也选边站 因为他是飞盘响嘛 是叼飞盘的某种小动物 又是这个鸭子 春江水暖鸭先知 所以他感觉 既然习近平在选边站了 他也得选边站了 所以还得加紧抓紧 来快一点 慢了还不行 他也支撑 虽然他年龄不是那么大 支撑老胡嘛 网友是称他胡总 说他是有三种状态 所以说在这种三种状态下 他也是三种状态 恐怕是 第一个他是 嗅到了什么气息 那叫做 忘吃药了 第二种是 接到指示了 那就是吃了药了 上级给他吃药了 再一个是 提前选边站了 恐怕是这个 是不是吃药多了 那不一定 那要看一看 说胡锡进这个姿态不简单 这个孙立平跟他的一盘 这个网上的这个 言辞交锋 口舍之争也不简单 说网友为官 有些东西并没有删除 所以接着可以看到 中共高层怎么走 中共高层的斗争 党内斗争 路线斗争 权力斗争 会出现什么动向 以及习近平个人做什么选择 恐怕这是一个风向 大体的风向是 这个习近平 在俯软 这个在走低调 感觉到 这个高技术的命门 被美国掐住了 这个贸易战打不下去 所以 孙立平的告诫 少则五年 多则十年 必出大事 这个可能是这个 言犹在耳 对习近平是一个惊吓 所以这样的时候 出现了 胡锡进这个现象 以及胡锡进的孙立平 交锋的 这么一个过程 那背后的故事 恐怕不简单 我想这个网友 大家都可以拭目以待 好 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